女老师故意不关门 让学生看到自己在换衣服 这油爆皮爬扮遮面的场景 令刚成年的学生有些把持不住 女老师可是老江湖了 先用肉体引诱对方 再认可对方的艺术创造 从精神上和其产生共鸣 一来二去 两人熟络起来 有人可能比较羡慕 这名男同学的课余生活精彩丰富 殊不知 他正一步步落入对方设下的陷阱之中 男同学名叫杰克 就读于小镇的一所高中 这天 他被家人带着去参加奶奶的葬礼 不久前 他的奶奶在海边玩耍 结果被野狗盯上 由于其年老体弱 根本不是强壮野狗的对手 被活活咬死 葬礼上 杰克的母亲想让儿子去安慰一下爷爷 至于为什么不是杰克的父亲 那是因为 这对父子苦大仇深 爷爷强硬的态度 以及望子成龙的期待 压得父亲难以喘息 两人之间的关系 也因此渐渐疏远 四个月后 父亲想要缓和一下这尴尬的气氛 至少不要让家在中间的杰克过于为难 于是杰克父母驾车前往爷爷家 没想到 半路上竟发生意外 一场车祸夺走他们的性命 不到半年的时间内 杰克连续参加两次葬礼 失去的都是他至亲之人 与前者不同的事 这次他作为直系亲属 要亲手将父母的骨灰 埋进坟墓当中 要说心里不难受 那肯定是假的 杰克的青梅竹马妮娜健壮 当着所有人的面 赶忙上前安慰 在绝大多数人心中 他俩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就连杰克的爷爷 也在心里默默认可他们 父母死后 杰克准备搬去其他地区生活 这意味着他要和妮娜分别 这杯橙汁 与其说是安慰 不如说是送行 爷爷看出来他们的窘境 随即上前表示 如果杰克愿意的话 可以留在他的家中 至少还有个亲人作伴 不会让生活显得无趣 爷爷的提议 是杰克半年内收到过最好的消息 因为这样 他就不用离开小镇 继续和妮娜一起上学玩耍 这天学校给学生们安排了一位新老师 海伦 海伦前凸后翘 身材非常傲人 很快就吸引大批男生的目光 海伦的授课方式也不同于常规老师 在他的课堂上 没有课本和黑板 取而代之的是大自然的美景 只有静下心来去体会自然 才能更好地激发出每个学生的艺术创造 这样性感美丽又开明的老师 很快就能和男同学打成一片 杰克也在其中 这让妮娜有些吃醋 这天海伦以班家为由 想让班里的男生出手相助 此话一出 惹得不少男生蠢蠢欲动 杰克的好哥们立刻举手报名加入 同时还拉着杰克参与其中 妮娜看到这一幕 马上就不乐意了 她跑过来表示 自己也愿意帮忙班家 说话间 不小心把食物喷到对方脸上 海伦作为过来人 很清楚她心里想什么 海伦以不变应万变 随即接受妮娜帮忙的好意 就这样 三人跟着海伦 来到她新班的地方 在这里 那就是海伦的地盘 只要她稍微动点手脚 就没有妮娜好果子吃 海伦和两个男生在楼上有说有笑 故意把妮娜撇在楼下割地毯 最终 妮娜决定使用苦肉剂 用小刀割伤自己的脚 鲜血不断从鞋中涌出 这才引起其他人的重视 虽然肉体上非常疼痛 但她成功把杰克拉到自己身边 这场班家行动就这样不花而散 傍晚 杰克和妮娜喝着小酒 享受只属于他们的二人世界 而海伦那边 则将杰克的照片全部摊在桌上 很显然 一场针对杰克的计划 正在悄无声息地展开 次日 穿着清凉的海伦 故意在沙滩上偶遇杰克 表面上询问妮娜的伤势 实际上 她借此机会不断引诱杰克 加深自己在对方心里的印象 甚至 海伦还对症下药 她知道杰克喜欢搞诗词歌赋 在课堂上 便介绍起对方最喜欢的诗人 还留下家庭作业 每个人写一首诗 这对杰克而言 简直是小儿科 虽然她创作不出那种名流青史的作品 但至少也可以做到朗朗上口 引人入圣 另一边 妮娜对此很是担忧 她对于文学一窍不通 只好来到杰克家中向她请教 说是探讨学术 实则就是让杰克帮忙做作业 面对青梅竹马提出的要求 那杰克自然不会拒绝 看着两人学习的样子 杰克的爷爷很是欣慰 其实这所学校就是爷爷所开 他是一个商人 对文学不感兴趣 当初杰克的父亲就是想当一个诗人 却被爷爷劈头盖脸一顿臭骂 逼迫着对方气比同伤 胳膊拧不过大腿 无奈 父亲选择妥协 如今父亲一顾 这个重担就要落到杰克身上 妮娜想要缓解饭桌上的肝巴 于是拿出杰克刚写的诗 看起来 妮娜很是喜欢 不过爷爷的评价却是极低 这让杰克有些失望 次日 在班级朗诵会上 每个人都分享自己的作品 当听到妮娜的诗歌后 海伦一下就感觉出不对劲 原来 从布置这个作业开始 就是他设下的局 海伦知道 妮娜一定会找杰克代谢 海伦不去找妮娜的麻烦 反而将矛头指指杰克 他以重做作业为由 让杰克重新写一份诗歌送到家里去 杰克没有多想 随即写好作业 赶在太阳下山之前 送到海伦的家中 海伦将其热情地请进屋 并且在不关门的情况下 换了一件更为宽松的衣服 海伦一点点看完杰克的诗 一颗鳄鱼的眼泪滑落下来 杰克没有遭到社会的毒打 不知道这是海伦在演戏 在酒精的作用下 两人感情逐渐加深 一度超越了师生之情 第二天 妮娜看到杰克和海伦一起上学 心里别提多么难受 课堂上 妮娜时不时会发现 海伦刻意地去接近杰克 如此异常的行为 就连妮娜的闺蜜都觉得 他们有些不正常 放学时 妮娜决定主动出击 她来到海伦面前 向其宣誓主权 然后跟着杰克回到家中 看到小时候玩的玩具 杰克陷入对母亲深深的怀念中 妮娜抱住对方 想要安慰 突然 闻到她身上还残留着海伦的香水味 即便如此 也没有阻止她要现身的决心 或许只有这样 才能彻底挽留住杰克的人 妮娜想法很好 但对于一个渣男而言 她所做的一切 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 另一边 海伦拿起剪刀 将她的长发改成短发 这天是学校校庆的日子 杰克的爷爷作为学校的上一任校长 她来到舞台上 给各位家长和学生致辞 台下 妮娜发现身着黄衣 剪着短发的海伦 正一动不动站在路边 与此同时 爷爷也发现海伦 很快 她停下演讲 死去的回忆不断冲击着大脑 接着心梗突然发作 躺在地上不省人事 现场乱作一团 杰克赶忙冲到台上去照顾爷爷 当妮娜再去寻找海伦时 却不见对方踪影 很显然 海伦的装束 似乎让爷爷想到什么不好的事情 妮娜找到杰克 把海伦奇怪的行为告诉对方 然而 她却丝毫没有在意 甚至还认为妮娜神经过于紧张 见对方不信任自己 妮娜很识趣地离开 带她走后 海伦来到杰克家 两人再次翻云覆雨起来 次日 妮娜想来给杰克送早餐 没想到 却碰到海伦竟从屋内走出 她赶忙躲起来 事后 她把这件事告诉闺蜜 闺蜜安慰到 或许海伦是和其爷爷游染 让妮娜放宽心 不过 她还得到一个意外消息 就是之前有个女老师 和杰克爷爷游染 具体模样 与妮娜差不多 另一边 杰克想起妮娜的猜测 于是想找爷爷求证 对方听闻后 闭口不谈 似乎是在隐瞒着什么 带杰克走后 她来到海伦家 海伦在二楼看得清清楚楚 她故意打开电灯 对着爷爷解开浴巾 爷爷知道 这根本不是谈话的好时候 随即扭头离开现场 不多时 海伦来到杰克家 两人再次开始探讨人生 杰克每天异常的行为 让爷爷有些在意 他告诉自己的孙子 离海伦远点 对方一定怀着某种目的 但杰克已经迷恋上她的肉体 对爷爷的话枝若网闻 似乎是为了印证爷爷的警告 次日 妮娜死亡的消息 瞬间扩散至整个小镇 警方在海边发现妮娜的尸体 根据现场情况 初步判定妮娜是自杀 杰克来到现场 虽然伤心的同学们 爷爷也在此时跟了拐 得知未来的孙媳妇死亡 顿时又犯了心疼 杰克只能先将妮娜的事情放放 优先把爷爷送到医院 经过检查 医生表示 爷爷的情况不容乐观 如果再有情绪波动 恐怕会撑不过去 安顿好爷爷之后 杰克决定亲自调查 关于妮娜的死因 因为在他看来 妮娜性格外向 根本不可能自杀 肯定是查到什么消息 才被人灭了口 如果说妮娜最敌视的 那就是海伦 按照这个思路 杰克来到学校内 通过调查往年的教师手册 他发现 记录着1984年教师的一页纸 被人为撕掉 杰克从学校图书馆的电脑上 找到1984年的新闻 结果让人不寒而栗 一个长相与海伦相似的人 出现在屏幕之中 他叫玛丽娅 四年后死在了海滩上 与妮娜相似的事 对方也被警方判定为自杀 与此同时 海伦来到病房 见到了杰克的爷爷 原来爷爷年轻时也是个渣男 属于提上裤子不认人那种 他祸害了玛丽娅 得知对方怀孕后 为了保全自己的名声 便将其驱逐出学校 玛丽娅本想一死了之 考虑到自己有孕在身 于是在生下孩子之后 选择自杀 海伦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一直忍辱负重 长大成人 目的就是对爷爷进行复仇 他先是利用野狗 杀掉杰克奶奶 然后再制造交通事故 夺走杰克父母的性命 计划进展得很顺利 没有人怀疑到他的身上 不过海伦并不打算 现在干掉对方 而是准备让他亲眼看着孙子 也死在自己手中 只有一点点夺走爷爷身边的亲人 才能让海伦体会到复仇的快感 此时爷爷状态很不好 他不能说话不能动 但可以听到海伦的话语 他想要反抗 却无能为力 在海伦的帮助下 医生同意让爷爷回家敬养 此时 杰克也查到一些蛛丝马迹 他不是侦探 并不能结合现有情报 怀疑到海伦头上 海伦趁着杰克打电话之急 给他的咖啡加了点料 然后将爷爷的床铺推到床边 接下来 就要让他亲眼看着孙子死在自己手上 咖啡被端到杰克面前 他没有怀疑 将其喝下 在药效发作前 海伦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对方听 不过 杀死妮娜完全是个意外 因为从孝庆事件之后 妮娜就已经怀疑到海伦头上 并且还查出事情的真相 为了确保复仇计划的进行 海伦迫不得已 才选择杀害妮娜 当杰克意识到海伦十分危险时 药效开始发作 杰克身体一软 倒在地上 海伦拖着对方来到水石中 他想用其母亲死亡的方式 来惩罚杰克 冰冷的水唤醒杰克的意识 让他在危急时刻得以出手还击 杰克一铁线拍倒海伦 接着向爷爷的小屋仓皇逃去 海伦紧随其后 直接将杰克扑倒在地 拼命扼住对方的咽喉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杰克抄起地上的玻璃碎片 一下扎进海伦的胸膛 这血腥的一幕 让爷爷的心脏再也承受不住 掏出事先准备好的遗书 便撒手人寰 杰克就此成为孤儿 事后 他卖掉所有家当 逃离这座恐怖的小岛 故事就此落下帷幕 本片名叫《暗黑之岛》 作为一部悬疑剧 紧张恐怖的气氛少了很多 不过剧情里 还有许多不好解释的地方 海伦年龄那么大 是如何吸引杰克的注意 他有无数次机会可以干掉杰克 比如制造车火 或者用野狗杀人 但偏偏选择了出卖肉体 如此大费周章 就只是为了折磨叶孙俩 着实有些讲不过去 看到这里的小伙伴们 欢迎点赞评论和收藏 你们的支持 才是我们更新的动力